我覺得好像在寫小學時 老師問我們你的志願是什麼 然後我就寫我的志願 寫了就是 施政部有這樣的味道 兩位 這次真是好 昨天是施政報告 今天是我們摩托街 由舊市到現在 老實說千頭萬歲 他說N那麼多 我們就抽幾樣東西 KD有些房屋各方面也有經驗 另外有很多反應 不過我就想兩位 講他內容之前 我們有引起 因為我們經常做慣傳訊顧問 就講一些提示 特首 他說他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他說他今屆 你拜拜 他當然不想最後一次 我們暫時講講 他那個presentation 這裡叫做public speaking 公眾演講 我們以前教這些分享 最重要是跟別人講 看別人 你記住記住 你deliver a speech 你要講演講 重點在哪裏 你不要整天我我我 你以我為達 整個一刻 如果你這樣講 他完全犯大忌 是的 我們經常說 做這些是宣講 是的 KISS 是的 要短一點才行 是迷你群 你說兩幾小時 難怪 那些局長都在寫筆記 畫公仔 睡覺 不做事 寫筆記 不用睡覺 所以這個派堂 你知不知道 你最後還頂不上 李家超派堂給大家吃 鄧炳強派堂給大家吃 鄧炳強派堂給大家吃 鄧炳強 不要睡覺 我真的派堂 你說鄧炳強 這個有趣 其中一樣 到了尾聲 那些人很頂不上 有些朋友有識之士 就傳給我 老井又頂不上 什麼事 惡如淚又來了 又耿煙 上次保安司 我們不要說人家假 真情也好 你公開表達一件事 人家怎麼感受 人家有一個回應 上次保安司那件事 民間的回應都不是太負責 這次特首你不要再用這招 我們純粹從一個不收他錢 我們從一個傳訊顧問的角度 給他一點回應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KT 你這麼多千六萬歲 我們今天有什麼好說 第一件事 先看數字 我們憑數字說 鑑股資金 第一 這次是三萬多字 三萬四字 特首任內 最長的一次 三萬多字 你說黑眼睡 不是最長的 2018年是六萬一字 那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多人睡 不過等大家知道 如果說數字 即是特首 我們這個特首 喜歡考第一 我想六萬一字 都應該是第一 第二件事 坦白說三萬四字 六萬一字 將來 我覺得 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下任 會不會是這麼長期 大家剛才說了那些 負面 或者不利的考慮 或者令人有些 不太接受的效果 第二件事 提到我自己一次 這次 你知道 這個主題是 北部新都會 或者北部都會區 即是說北 很多人 其實之前 我和朋友談過 他們都開始擔心 會不會是另一個CBD出現 因為香港一向都說 這個中環態勢 曾經說 東九龍 就是新的CBD 甚至所有政府總部 大部分都會搬過去 捧起這個 將啟德那塊地 變成新的CBD 現在結果不是 現在在跑道上 起了樓就算了 現在這個新的CBD 我的朋友擔心 或者在中環上班的人 或者在港島買樓的人 擔心 現在果然可能會成為事實 因為新的CBD一定會出現 這個所謂北部的都會區 你看看特首的施政報告 講過中環 講了幾個字 看中環這兩個字 看一次 一次 一次還是因為講到地方保育 否則沒有提到 他誠實用中環上班 第二 提到港島這兩個字是多少次 是四次 是真的 提到九龍東 曾經要起動的 是多少次 都是一次 是 提到都會區 就28次 大灣區的就是31次 你看這個數字 我們有一樣數字說話 軟來說狗 就是 港島失去CBD 或者並存 別說一下 另一個CBD 很明顯是將來的方向 當然兩者比較 就算兩個並存也好 中環已經由地區面積所限 你都不能發展 填海也好 因為曾經有人想過 或建議過 在港島在哪裏填海 就是西面 西形盤間離地城那裏 一直過去有很多島 什麼島 甚至去到南亞島 如果那裏連結 其實就是港島擴大 新加坡就說完就做了 對 對 港姐治港 現在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為何沒有人提 我聽了 我初時都覺得好笑 按照這個山坡一定會出到 因為有人問 明日大嶼 跟將來北部都會區 是否有一個競爭 有沒有分別 為何會兩人一起做 有沒有那麼多錢 這個問題 特首說 這個叫什麼 喜雙飛 喜雙飛不用本 喜雙飛 打牌 叫雙飛當然好 叫單調最慘 不能叫就最慘 單調都不會太開心 我聽下來以為 是喜歡打骨的人 喜雙飛 明日大嶼剛剛立法會說 通過了幾億 做一個前期研究 前期研究 還沒有開工 你又北區大嶼發展 阿King你有所不知 你有沒有聽他說 他說 這個是填海 然後賣地 或者開拓賣地 是不會虧本的 你看什麼時候 老實 我跟你說 最近最新是關北區 兩城三圈 我是很熟悉 這些地方 我和你也是 我們新界有一定的 打個椅子 剛剛最新 這個上水 有一個最新的樓盤 全個單洞式 三十個單位 是百多尺 老友 全部ofen plan 除了個廁所 全部ofen plan 看完 我水廣都不夠 車位這麼大 除了個廁所 全部ofen plan 好了 做什麼價錢 厲害 各位有得想 二百多萬 但是它是一百五十尺以下 它全是三十個單位 就是據處 那個小型發展商 他當年買這塊地 現在先說一下 我聽地產的朋友 說 他現在想收拾一個本 因為他當時幾億 買了這塊地 所以KT你不要以為 賣地一定賺 這些說法 很好聽 有誰 自由黨 鍾國斌 最近都在那裡回應過特首 你沒有做過生意 你知道我們做生意的人 不是這樣的 你一個個月出糧 每天在家數錢 人家做生意的那些 真的一不行 我們做過一些生意 就知道 死定了 做生意最近是現金流 對 現金流 現在香港現金流 真是現金流 現金流 一直流流 你那天發資料給我 我看到我的腳都要 你說現在每個月拿著 那些 十幾萬人 老人家 現在都 我們就不是說 不能看那些退休公務員 我也做過公務員 以前 那點是 如果那個社會是這樣 曾蔭權當天都說 每天二千 大哥 你一天這樣用 這個就開源節流 你不是經常 對藍圖出來很大 我的點是 我們以事論事 讓這個事實說話 你講得好 我們不要從他其他教育 其他什麼 我們不說 我講到香港人最實際 我講到地 跟你講地 兩成三圈 你怎樣搞下去 Kate 你太認真了 Kate 我都說了 寫文章 我的志願 寫了就要做 死定了 我整天輸了 我太認真了 我們又講回 由舊到新 由古到今 第一件事 你講到公關 第一件事 你有沒有發覺 沒有全版廣告 不太長 有 地產廣告有 施政報告 政府第一 隨街派 第一登全版廣告 甚至印單章 報紙自己本身也印單章 今年就沒有了 報紙少了收入 第二件事 我們看回特首零 第一 一出了施政報告 評分最低的五個 特首佔了四個 我讀評分給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 就是2021年 今年是34.2 2020年是27.2 2019年是29.2 今年是大進步 比去年來說 由27到34 2018年是48.5 是最高的 即是特首上任之後 就是最低的最高 應該這樣說 就是48.5 另外一個次低的 就是2016年的梁振英的施政報告 41.1 即是最低到最高就是27.2 到48.5 但其中有四個是特首的 最低的紀錄 我認為前無古人又後無來者 因為五個施政報告 有四個是最低的 都頗難破這個紀錄 將來 將來這些得分 我相信不會再出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1920年 都有動亂 將來一定沒有 現在水馬都拆了 有國安法 第二件事 現在已經理順了 對 即是理順了殺所 移走殺所的麻煩 障礙 黑白什麼什麼的 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全部已經踏入正途 所以這些低分 將會成為歷史 我們全部是正面去看的 調查的情況 特首的紀錄將會 改寫 只有好 只有威水 永遠威水 這個第一 很難不抹 所以今年 真的沒有登廣告 我覺得出現一定會 對 我講到谷氣 你聽聽Kate 你講到到處派施政報告 我沒有說我批明政府 我就是很關心政府 我昨天 就已經特意抽了時間 就上去民政處 拿本施政報告 我申水申熱 走到那裡 接近12點 我就說 是否有施政報告拿 他說有 還沒送到你 他說不是 我還沒送到你嗎 他說不是 要等他先說完了 我說什麼時候說完了 那個職員也很好笑 他公務員 對著我都不回答 我就冷笑一聲 我不要說哪個政務處 有份上學人 冷笑一聲 什麼時候會說完了 就是說你撐了氣 但是我是不是很無癮 本來很熱情 拿本施政報告 看看老人家說什麼 大哥 我四點鐘去到 都還沒得拿 中午都還沒得拿 大哥 我們要做事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說完 你不知道 你進去做記者採訪的年代 都是事先給你看 不過你不准 你出去又不准 有通向外發布 我就想體驗一般市民的經歷 我就去政務處拿 乖乖的 以前我去拿的時候 都是三四點才去拿 所以就是這樣 你又拿到了 我拿不到 我怎麼等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說完 我不敢問你 因為我今天所有報紙大部分都看過 標題 Peter又給我 你知道今年的施政報告主題是什麼嗎 沒有登過 我記得兩成三圈 什麼都會區 兩成三圈 有些數字 但主題沒有人說過 我找來找去 我終於 不是維穩致遠的 去回政府網站 原來叫做 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 這個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真是慢用 Building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 這個非常保守 英文building 沒有所謂 應該是 further building 或者 expanding 當然 我們不明白 現在 不是 因為經過1920年份 現在 rebell也不頂 但 bright 和brighter 我覺得 真是 bright future together bright future 就是之前很黑暗 喂 你好東西 這樣也被你抽到 不是抽不抽 是事實 我看完第一個感覺 你是一個比較保守 由零開始 重新開始 那種感覺 可能是事實 事實是甚麼 承認這個 但香港以前 是亞洲四選龍之首 我們是新加坡之上 但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 這是梁振英時代 都今天 還在說 說了很多年 相對來說 Peter 你提提我們 1997年 第一份施政報告 即是回歸之後 我們真的值得比較一下 因為現在 特首宣布的 是一個 即是未來 即是未來 香港一個重大的發展 因為他的 承諾 或者遠景 他說 要20或20年之後 才會完成 為甚麼 那個完成很厲害 可以有99萬.5個單位 最高可以去到 111.6萬個單位 供應給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的主要問題 徹底解決 不過需要20至25年 25年後是甚麼日子 2047 沒錯 大家記住 他宣布這些 第一 不是2047 而是2046 為甚麼 其實這個 差不多了 聽說 應該是明年說 明年是25周年 下一個是25周年 既然 他先搶光 不是搶光的問題 而是說 他要先說這件事 變成是他的事 不僅僅 證明是否他做也不關事 他先威了 即是將來 如果他留任 他當然是將這件事實行 否則他先說給下任 我叫他做家 變成向市民交代 我們要明白他的苦心 因為他為下一個25年開路 其實這個 下一個25年 是明年開始 所以很可惜 不是剛剛換到換界 如果碰到換界 就很棒 很漂亮 無論是連任 或是新任的人 心急 你知道他昨天說 他說 我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 又令很多人跳一跳 很負責任 所以他就將下一任的說話 但是 1997年的時候 一樣是這樣 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其實 當時董建華是特首 他那個主題是甚麼 他就說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那時候大家都相信 那時候真的相信 對未來充滿憧憬 那不歸祖國 告訴我們 大家都可以當家作主 你說的民納堂 你說的民調 1997年民調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 對中央也很支持 對董先生也是支持的 董先生的施政報告主題 叫共創香港新紀元 那時候 如果是明年才做 下一個25年 一樣可以說 還可以用共創香港新紀元 因為25年的成績 下一個25年一定是更新紀元 有一點偷捕 當然 下一個任的特首 不是 明年特首的施政報告 一定會有全版廣告 大家 報紙傳媒 大家等一等